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三选区的王洪威 大安区的罗志强 文山区的赖世宝都能守住蓝天 这回充满最大变数的焦点就在港湖区 国民党老将李彦秀卷土重来 民进党高嘉瑜和台湾激进党吴兴态 打得难分难舍 绿军陷入空前内战 只有我才是绿的 常常说我还是唱几首好了 你们不要跟赖清德说 这种两面人怎么会有政治人物 应该有的诚信呢 活在自己的世界认为说 他是唯一的本土派 多数的绿营选民 大家都知道 吴兴态是绝对不可能赢 本来支持赖清德 但是他因为高嘉瑜 不想去投票的人 因为我们的出来 他才觉得说 我终于区域立委有人可以投 不断地说谎 造谣 混淆 试听 试图营照 他跟民进党是好像有关系 2020年港湖区立委选举 高嘉瑜仅以6000票显胜蓝军 这回吴兴态有部分绿营 按住分票 高嘉瑜强调民进党正统 李燕秀鸭子滑水想上演公主不愁忌 民进党包括高委员跟吴律师 面对自己的党义的时候 就会被民意 一直在做事的立委 而谁是半年来选三次 一直在选举 一直在作秀 一直在恭敬 一直在批评的李燕秀 第七选区的蓝营空战大将 徐巧新 绿营资深议员许淑华 捉对厮杀 蓝绿天王天后 轮番压阵 两边阵营尽锐进出杀到眼红 你好 我是徐巧新 大姐 道散 民进党只要按照党一投票就可以 可是国民党需要提出 更多具体的政策 因为他是跟新潮流一起的 所以反正如果他进到国会 也就是新潮流叫他投什么票 就投什么票 他可能误以为明代就是声量高 然后就会有票 说在地方看不到了 那如果要服务要找谁 首都决战 蓝绿想通吃八席几率极低 双方稳住各自阵脚 要在关键选区分输赢 记者张佑茨王志恒 台北采访报导